十三被别的国家制裁的滋味不好受吧 能好受吗 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江山 人家一道制裁命令 全部功亏一篑 认谁心里能好受啊 更何况 我还是被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给背叛的 你放心 法国蛮横屋里的制裁你 大家不会不给你做后盾的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 十三拿起风红羊手里的文件 疑惑地浏览了一下 紧接着眼睛一亮 这里面写着的 赫然正是对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的制裁书 我知道你现在再做空这两家公司 就帮你添一把火 这把火应该烧得够旺吧 够旺 多谢封老 不必谢我 谁对大下有功 谁是真正的大下脊梁 上风心里都有数 我们是不会亏待功臣的 至于这封制裁书什么时候公布 你配合自己的做空团队 自己决定吧 几天后 下围公司 陈总 你这次来找我所为何事 老任 你应该听说我在霸国的遭遇了吧 这老爸可真不是个东西 你搞出点成绩 他直接就要摘桃子 呸 是啊 这群外国人就是竞争得过你 就随便你怎么搞 竞争不过你 直接玩来 当初若非有陈先生您 下围的芯片还不知道从哪里搞呢 老任 想不想跟我玩一把搭的 您请说 芯片我有 零件我有 加工生产链 我是全球最大 现在就只剩下手机系统了 咱们联合起来搞一个全新的手机系统 再弄全套的零件 在我的红星电子厂进行加工生产 搞纯国产手机去赚老外的钱 你看如何 好好好 很早之前 我就想搞纯国产手机了 只不过难度太大 只能徐徐图治 今天陈总既然有此野心 那我肯定要跟你一起大干一场 芯片 还有零件 加工厂这些都好说 但是纯原创的手机系统 是不是难度有点太大了 这也得搞多久才能搞出来呀 安卓系统和iOS系统 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你猜猜 我手里有没有原代码 哦 陈先生你有原代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 搞一个全新的系统 那就简单 太多太多了 以前还是谷歌和苹果公司掌权人的时候 就防着这一天到来呢 我不光有原代码 还有开发这些系统的鼻祖级工程师 那些人都是我亲自招进苹果和谷歌公司的 等回头 我让他们加入下位公司 直接汲取两家职场 优化出一更完美的系统来 作为咱们大侠第一款操作系统 好好好 如果真能研发出来 绝对是国之姓氏 不过 陈总 我们照着原代码做改善 会不会有专利侵权的问题呀 放心 安卓系统也好 iOS系统也罢 在我掌控这两家公司的时候 已经拿到了专利授权 即便我现在不是股东了 专利授权依然在 陈总未雨绸缪 高瞻远瞩 令人佩服啊 等咱们的系统搞出来 谷歌也好 苹果也罢 都得哭爹喊娘 两人达成了一致 当天就召集了夏威公司和默讯公司的所有技术高手 开始夜以继日地研发全新操作系统 贾布斯先生 你最近身体没什么事吧 我的身体好得很 最近通灵师已经开始给我服用顶级的灵药了 据说吃了以后不仅能包治百病 还能让人重新焕发清出活力 我告诉你们啊 每次我没经历工作 颓废不堪的时候 几颗灵药下肚 立马精神抖擞 这次能把元代马里的炸弹排出来 全靠这些灵药 怎么样 要不要把我的通灵师介绍给你们 还是算了吧 我们身体没什么毛病 不说这个了 贾布斯先生 苹果全新的iOS系统和手机是不是快研发好 要量产了 这次有我亲自监督开发的全新iOS系统和手机 一旦上市肯定能大爆 我们的全新安卓手机也一样 咱们两家一个专攻中低端 一个专攻高端 也没多大冲突 算是良性竞争了 对了 贾布斯先生 大厦那边的苹果手机赔偿问题 你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是理也不用理了 大厦用户 那算用户嘛 反正无论怎么区别对待他们 最终他们也只能选择使用我们的产品 既然如此 又何必赔偿呢 没错 反正他们也就是嘴上说着抗议 最后身体却很诚实地购买咱们的产品 或者说 他们没有选择 智能手机这块 除了苹果手机就是安卓手机了 嘿嘿 我们随便检查检查 然后告诉他们是因为用电磁炉取暖而引发的 跟我们没问题 我们不但不给赔偿 我们还要告他们诽谤呢 贾布斯先生 你笑什么 这个贾布斯怎么感觉越来越不正常了 我笑十三无谋 我笑大厦手机厂商少致 如若是我在这个时期搞一款全新手机 还打着大厦纯国产的名号 这会怎么样 是啊 十三有资金 也有技术 没想到他再被我们撵出公司之后 竟在不敢在手机领域有所作为 也不敢在我们最虚弱的时期出来抢市场 可笑 话刚说完 贾布斯 莱利 佩琪和谢 用您的手机公司的同事商机 三人都带着您 接听了电话 BOSS 不好了 十三刚刚宣布 跟夏威手机合作研发出来了 纯国产手机操作系统 总裁 夏蕾手机刚刚联合莫讯公司宣布 两家共同研发的第一款纯国产智能手机马上就要上市销售了 据说这次要发布的产品不仅有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智能穿戴设备 该死的 为什么偏偏选在我们全新产品机箱上市的前期 我们怎么办 先别慌 操作系统哪里是那么好开发的 十三这么仓促开发出来的系统 绝对不好用 顶多就是用开源的VS系统做的改造 跟咱们已经优化了几百个版本的系统没法比 你们快去催带工厂加快速度生产 全球最大的带工厂 是十三的红星电子 我们因为跟他有仇 没敢在他那下单 其他的带工厂 无论是技术和规模 都差了红星电子十几倍 这次我们恐怕赶不及了 贾布斯深吸一口气 感觉头疼欲裂 罢了 反正怎样都来不及了 赶紧去找基金会的人商量对策 一定要对下位手机进行狠狠的制裁 绝对不能让他进来抢我们的市场 另外一边在得知了十三研发的纯国产操作系统 还有纯国产智能手机时 全大厦都沸腾了起来 大家纷纷在网上发帖庆贺 有声指年居然能看到纯国产操作系统的单手 陈先生配想太妙 终于不用再受歪国人的鸟气了 我以后就是要狠狠地支持国产 钱拿走货给我 据说这次还有国产平板 国产笔记本和国产智能穿戴设备 去尼玛谷歌 去特末苹果 我只用夏威 这手机居然没有实体按钮 比苹果那大边框手机强太多太多了 真没吹牛 果然是遥遥领先啊 你有本事处徒 你倒是拿货出来卖啊 你这么敢卖 我就敢凤凰买买买 什么时候开发不会啊 就是啊 我都颇不及待想看看到底 这个全面屏手机是啥样的了 还有国产的平板和笔记本 还有操作系统 希望别太拉夸 第一次地村规产 只要别太难用 我就可以接受 希望大家可以给国产一些事情和宽容 是啊 我再也不想被外国厂商区别对待了 提到这个我就气 苹果还有谷歌给外国人赔偿 却偏偏不给咱们大厦人赔偿 百般推辞也就算了 最后居然还诬赖咱们说是咱们用电磁炉弄手机才弄坏的 还要告咱们 只有国产崛起 外国厂商才能低下头来当孙子 认真服务咱们用户 所以即便我不满 我也真心祝福国产崛起 就在大家热烈讨论的同时 夏威手机和默讯集团的官网 以及默讯微博上同时发了一条帖子 为Mate10系列 今日开售 今日12点在夏威商城 夏威淘宝店开启夏威Mate10先锋计划 Mate10系列授权门店1000元定金销售同步启动 没有任何发布会和任何解说 官网上面甚至没放什么具体参数 居然在博物任何预热的情况下突然直接上架 这波操作直接把所有人都看猛逼了 这得是对自家产品有多么的自信才打完这一手 请不ken